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乘专机抵达阿布扎比展开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事访问 中国和阿联益签订合约将在杜拜成立新的自由贸易区 习近平试次到访,是中国国家主席29年来首次访问,亦是习近平连任以来首次外访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阿联酋领空时,阿联酋空军12架战机升空护航 出动的战机数目,外界认为反映阿联酋重视习近平到访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阿布扎比总统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不出舱门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在狼桥口迎接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王储陪同下,前往解约大厅 仪仗队列队赢后,名二十一响礼炮 为了欢迎习近平,阿联酋不仅发放烟花 各地标建筑物外墙灯势亦变成中国红,以及显示欢迎语句 阿联酋国有港口营运商杜拜环球港务集团DP沃德昨日一宣布,中国和阿联已签订合约,将在迪拜成立一新的自由贸易区 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宣布,他们和中国浙江小商品城集团签订合约,将在迪拜的捷备阿里捷备尔阿里自由区设立交易商的市场 这项计划包含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创举当中 结束对阿联酋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将对塞内加尔、卢旺达、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过境毛里求斯并进行友好访问 央视、澎湃新闻网、多维新闻、法广网阿联酋多壮建筑物外墙变成中国红 当地发放烟花欢迎习近平 苹果日报FB每日分享精选新闻及网络新鲜事